已经冲到我们中拐了 但是不知道 在13号一个 12月13号一个 快10点钟时刻 10点钟 上午10点吗 10点钟就靠着我们家门 我们早饭已经吃过了 那时候90点钟的样子 冲进来的时候 当然这个 是我们附近开的大门 那时候就有两家了 我们住在第二居上 他住在最后一居 或者我们开门 开门的时候 当时欧巴巴一开门 非常害怕 当时这个 人民币有这个猫子飘飘的 带着一个猫子 但是这个没想到 这个盗头子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白旗子 还有一个带红爸爸 在那时 我附近一看到 非常害怕 害怕就想他合跑 都来不及跑 就给日本人去 大家急想打 不是一个人打 一下后就打死他了 当时冲进来几个日本 大概有多少日本人 那个领街上的 那个白白也上来了 他也上来了 他也上来了 他看到我爸爸 凯蒙他上来 当时看到日本人杀他了 杀他他想会跑 也没跑掉 其实想来 打着怕的底下 这样一掉领 怕的底下 这没说明 这个日本这个警戒主义 非常逗拉的手段 但是没想到 这样子一个手段 对待我们中国人 他有一个战管政策 杀管烧管 就是枪管 就是战管政策 但是到我们将来的时刻 是这样子 当时那个领寄爸爸死了 我妈呢 抱了一个小妹妹一岁的 仍然躲在桌子底下 仍然躲在桌子底下 还有邻居家妈妈呢 带两个小孩 也在桌子底下 就是邻居家的也躲在您家里面 躲在桌子底下 但是他看他们死了 他喝的也不敢动了 躲在桌子底下 但是这个日本人呢 怕两个就把我妈偷出来 偷出来以后 就把我一岁的妹妹 抢过来 这边抢过来 厚厚的砸死了 砸在院子里 砸死了 砸在鬼叫火汗的 叫你们两边叫 快点儿 咯 来吧 感谢观看